這個高達植物棒這個妹妹她做那個青蛾液 那很簡單 這個剛好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它可以做消臭的 然後也可以洗身上 然後還可以做青蛾液 那我們頭皮如果會臭臭我們人也可以用 那今天就教最簡單的 那個狗狗的青蛾液天然的 這裡面的植物成分就是 它裡面有柑橘類有三種 一種是柚子 然後柳丁還有橘子三種 再來薄荷有五種不同品種的薄荷 還有一個四萬壽橘 那這個都是可食性的 所以是安全的 那這個是把它萃取在75%的藥用酒精 那它可以75%是最好的殺菌的酒精 好那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你要準備一個基底油 基底油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今天幫她選擇的是橄欖油 因為它是老狗 那這個是可以吃的 可食性的橄欖油 那對身體會比較 它會讓它皮膚吸收 那這是一個潤滑作用 接下來呢 你就自己準備一個小小的罐子 然後自己幫它加一點基底油在裡面 那基底油要加多少 你自己可以去調比例 如果假設這隻狗它的狀況都很OK 你只要清潔 然後一點點小小的的芳鳥作用 譬如說它甘橘類的有一些作用 薄荷有消炎脂痛除臭的作用 那甘橘類它有一些殺菌 它是雲香克質 那你可以去查它功效 那今天我們做最簡單的 因為它耳朵看起來還OK 只是它這個角質層很厚 它因為它皮膚的關係 它角質層很比較厚 那有時候輕它可能會不舒服 這角質層比較厚 好,那我們今天幫它使用這個 我今天加2分之2 好,我比例加2分之2 再來呢 這個是芳鳥的植物 那幾種植物 然後加進來 好 加大概3分之1左右 都可以 接下來呢 你把它 因為它裡面有酒精跟油 那不溶 不溶的時候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要搖一搖 搖一搖成這個乳狀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那這個 除了可以用青耳朵之外 它的毛髮 譬如說長毛的狗 你要護毛這個也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搖一搖之後 就正常的使用程序怎麼使用 好 我們來輕輕看 看那個效果 那記得一定要搖 好,妹妹 妹妹,乖乖乖 好,我們現在使用看看 那你看喔 它的耳朵 好,它這個很乾燥 非常乾燥 那剛好你用這個 可以幫它做潤滑之後 那很乾燥 好,讓我們要再多一點 它比較 那個角脂層非常肥厚 所以它在輕的時候 它可能 要有比較多一點 它才不會不舒服 好 那譬如說有一些狗狗 他們 一般人可能會讓它吃鮮食的時候 就可能會想到那個橄欖油 那橄欖油 可能狗狗也不是那麼愛吃 那你就可以藉由這個 的作用 它會滲透到皮膚 然後微血管作用到全身 所以它也是有吸收的部分 好,那你看一下 它的那個清潔力很強 它可以把它那個帶起來 那油脂它可以 讓它有潤滑的作用 所以可以這樣子幫它清 OK嗎 好,這個是很簡單的方式 那它會 如果你用一般的 假設你沒有用到這個 這個 方寮植物跟這個油的話 它會非常難清 它有乖乖 它會輕輕的就可以帶起來 你看它輕輕的這個夠就可以帶起來 OK,有看到嗎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有人一直在問那個清粉刺 我之前有清那個粉刺的 狗狗的肚皮的粉刺 那也是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東西來弄 那我們看一下 妹妹它有那個粉刺或什麼嗎 妹妹有 它的那個皮膚就是皮屑比較多 粉刺的話 因為它這個好像沒有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辦法 喔,還有看 你看它這個角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角這個部分 那它皮膚的問題 你可以用那個這個方寮酒精 你可以把它 你的洗毛巾用三分之二 然後加三分之一的這個方寮植物 幫它洗澡 那洗完澡之後 乖乖 譬如說它有狀況的時候 你還可以做第二道步驟 像這種皮膚有狀況的狗 你可以做第二道步驟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小摳摳 大概五百ml 然後這個方寮酒精 你可能加一兩洗洗 之後你泡大概兩百五到三百五的水 你可以幫它泡腳 它比較不會癢 然後它那個角色都可以改善 改善 甜腳也會改善嗎 就是類似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你可能滴個幾滴進去之後 怎麼處理呢 就你看它這個地方 你看它全身這個皮膚都還好 你看它沒有問題的地方 你就是輕輕拍帶過要溫水 然後這有問題的地方 你就是把它重複用手拍 就是你讓它多接觸這個方寮植物 然後你全身 你覺得它想要比較改善 軟化它腳質或比較質養的部分 你就是這樣輕拍 然後重點是四肢腳 你的四肢腳把它全部泡到裡面去 大概幾秒鐘就好 四肢重複這樣泡 剩下的水再把它全身再帶過 那你可以使用幾次之後 你會發現它這個腳質層會軟化 你回去試試看 好 好 那我今天先這樣試好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耳朵這個地方啊 它上面這個腳質層也好 然後耳朵上面這裡 嗯 那這時候你就不要去摳它 這裡有沒有看到 好 那這時候這個腳質層很厚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可以幫它用剛剛你做的清而已 幫它輕輕的按摩 好 然後幫它這樣子清 你看 會下來有沒有看到 很簡單它就會下來 可是假設你不是用這個的話 一般是沒有辦法清一下 沒有辦法這樣輕易的清下來 有看到嗎 然後它又不會痛 然後它耳朵你可以聞一下 它就是有香香的味道 好 這樣懂嗎 OK嗎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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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